具有200年历史的高雄市定古蹟凤山凤仪书院 在历经了5年的修整之后 重启门飞 为了要重现当年时期的生活情景 书院内设置了4组别有特色的历史场景的塑像 让古蹟的展示更加的神动 历经5年的整修 已经有200年历史的高雄凤山凤仪书院再度开放 秦来傀儡戏剧团登台演出为重收完成庆祝 新建于清家庆19年的凤仪书院 多年来淹没于众多增建舞当中 文化局接手后陆续收复赵壁 投门 讲堂 听事与左右学社 为了重现当时的生活情景 把书院授课 草井立院 舞科练舞以及凤山牛须教育情形 以可爱的塑像群来呈现 设计都经过历史考据 趣味十足 修复掉的凤仪书院 凤仪书院是台湾现存最大且最具规模的书院 高雄市府还特地到台南孔庙分箱 让凤仪书院文昌词的书院祭祀功能重现 也让凤仪书院的再生更显价值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